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啊 四十二呢 三十二 三十二 谁说四十二呢 你听我给你讲啊 黄小花 你想想 二十六都叫阿姨 你去了 不管人家叫你啥 别当回事 就是叫你奶奶 你也得挺住 另外啊 我跟你讲啊 这回这个青年组 这个人才啊 就咱们社区那几个学芭蕾的女孩 那都参加了 哎呀 黄 你是没看见的 那孩子那个条件哪 金大美的腿长不长 长 人家那腿是金大美的脸 到你这儿 你脑袋下面全是腿的 行了 晚上我已经展示完了 我走了 你这 刚子哥 这五分钟时间不是还没到吗 剩余时间你再给我说说 那中年组都是啥配置啊 啊 啊 中年组啊 哎呀 中年组那个配置是顶配啊 啊 中年组 王阿姨 刘婶 赵文 张妈 这么跟你说吧 我媳妇大美丽那个身材 在里边是最完美的 我去中年组 什么轻松就解决了吗 赵刚子 你真是一个人才 大美丽姐 刚才赵刚子是这么说的 她说啥了 是 哎呀 大姐夫 看来是顺利的解决了 刚刚展示了一下才华 哎呀 哎呀 给人才 沏一杯奶粉 没了 哎呦 我的妈呀 大半桶啊 全让你喝了 到了 到了 到哪儿了 到我嘴里了 大姐夫 刚才我想了一下 哎呃 这样吧 要不就砸俩大当 好不好 大姐夫 今天这事你必须给我解决了 你要是不给我解决 第一 我跟你绝交 第二 你以后啥活动我都不穿假 太好了 双喜临门 哎 大姐夫 我 你别着急 我到哪儿给你找人去 我不得想一想嘛 小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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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感谢你的 给我指了一条明路 来 坐 不了 我还是站着吧 站着安全 你跟我具体说一说 这个青年组 他都有谁呀 啊 那我不都跟你说了吧 嗯 韩景徐的女儿,曲金光的女儿,周禄光的女儿 没啥事,回去吧 你最后一句说的啥 回去吧 上一句呢 没啥事 再上一句 周禄光的女儿 周禄光的女儿后面窝啰窝啰那句 诚文 说清楚 真大美 清大美比我还大两岁呢 她为啥在青年组,我要去中年组啊 黄啊,我跟你说 清大美就一直强烈要求去中年组 让我给摁下来了 还挺费事呗 这好事我不得想着你啊 那也别想着我了,你也想想清大美吧 大美姐,来了 哎呀 那这正好你俩聊吧,我回家了 回来 坐 坐 坐 赵刚子我问你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我强烈要求要去中年组了 她说了吗 她说了吗 你问谁呢 啊,我想一想啊 啊,她没说 没说不就完了吗 行了,没说我回家了 坐坐 回咯 回咯 笑刚子 我再问你 据听你说 据听你说,说咱们小区有一个人的腿 是我的俩 这人是谁啊 这人是谁啊 你说的吗 到我这儿 啊,周路光的女儿嘛 周路光的女儿腿有那么长吗 加上周路光嘛 加上周路光嘛 笑 笑 笑 赵刚子 就你跟我处这么多年,你不知道我去拿美的为人吗 哎,不就这么点事吗 啊,青年组要去掉一个人 你跟我说不就完了吗 在你心目中,我去拿美的学物就那么低吗 在你心目中,我们俩是什么样的人呐 对不起,我承认错误啊 是我把你俩想低了 那你们俩谁去中年组 他 哎呀,我还是把你俩想高 怎么的 很难办嘛 那行,这个活动我不参加了 那这么难办,我也不参加了 大姑姑 大姑姑 啊 中小夹羊不参加了 你怎么跟着起哄啊 天呐要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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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听我说 咱们这回社区,为什么要举办这个社区风采 蛇 蛇 蛇 大蛇 鱼 头 护掌 哎呀 我天的鱼头 你把鱼头吃了 大鱼头啊 还吃啥了 还有 骨头 一锅 第 三 鲜 老奶奶 丁 泼泼丁 哎呀 哎呀,这菜呀 我撑坏了 你把泼泼丁也吃了 哦,对 还有一个菜 谁也不许动啊 说,那个菜 是什么 千水分 哎,爸 我可真没动啊 我可真没动啊 我们三个在排练一个舞蹈 嗯 就像是一颗 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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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带 哎呀 啊 不能再吃了 行了行了 可以了 哎呀 都让你吃了 啊 吃了就吃了 别打嗝 一打嗝一股菜味 啊 把什么搁 哎呀 完了 谁把我菜给倒了 我倒的 哎呀 姐夫 这菜在冰箱里放好几天了 这不能吃啊 都不卫生 对对对 爸 小姨父说了 那个剩菜放冰箱里时间长了 容易产生大量的亚硝酸盐 再经过高温加热 对身体特别不好 严重了还能导致食物中毒呢 菜 倒了就倒了 哎 关键是你们合伙蒙我 啊 没有 谁没有 刚才在那 就这么拙劣的表演 啊 你愣猜出来了 哎呀 真是心有灵犀啊 对不起 姐夫 别生气了 哎呀 孩子们 哎呀 哎 这堆衣服一直在我床下边 钱春风 怎么跑这来了 哎 这衣服我不知道 没人跟我说 小衣服 这时候怎么还不承认了呢 不是你刚才进我爸屋的床底下拿出来的吗 这个衣服啊 是我爸留给二小子的 对 二小子 二小子 嗯 我还有印象呢 他都长大了 对 哎呀 这给他衣服 这给他衣服可以啊 这个 二小子穿这个啊 不是 二小子 老大不小了 小四十了 这不说话就娶媳妇吗 你娶媳妇 你娶媳妇相亲的时候给人家旧衣服 这不搅和黄了啊 哎呀 还有这小孩衣服 红星尔克的 哎呦 鞋 李宁的 那手机 都是这样的 他把手机掰蛇了 什么掰蛇了 人家是华为折叠的 现在又事情这个了 打电话老友派了 哎 哎 要多少啊 咋的啊 要这么点啊 我给你发两吨吧 挂哩挂哩 你们还是蛇了吗 哈哈哈哈 所以说啊 二小子人家现在过得老好了 你不用操心 对爸 听明白了吗 以后啊别惦记这二小子人过得好着呢 哈哈哈哈 那李师我是这么一大堆衣服都好好的 这给谁呀 给他 人都走了干啥呢 走了 走了走了 哎呀我的妈呀 爸 爸 我走了 行的啥呢 哎 爸 俩罐子 啊 一模一样 啊 拿错了怎么办 拿错了咱沾光了 人家那个两万 咱这五十 你是不是还在前眼里踏着呢 怎么去了 人家那是两万的啊 咱那个五十 如果刚才大秦拿走那个是五十的 留在这个是两万的 咱怎么跟大秦交代 对啊 你对啥对啊 你怎么这么好奇呢 好奇害死大象你知道不 这个时候就别追击我的责任了 关键是这个到底是五十的还是两万的呀 哎呀我谈的哪去啦 你说我回头黑室谈的时候谈的没了多影响我装蒜 等会儿 妈啊 你刚才说你装蒜来着 可不是啥呢 我装半辣蒜呢 完了谈的就没了 这不直接影响我装蒜吗你 你我的妈妈呀 你装蒜装的太好了 哎呀你说妈装啥装的不好 等会儿妈等会儿 那个爸 我妈说她刚才往里边装蒜了 你懂 你那意思我们官家这蒜拿出来多长时间 那谁还能闻出来呀 一耳不好使 但我们家前顺分是可以的 哈哈哈哈哈哈 大我跟你说啊 有一回前顺分带我去看那篮球比赛去了 嗯 那现场都有一万多人呢 对 我就隐隐约约闻着有一股大蒜本 这个闹子 说谁吃蒜了 他当时就说 那个 就那个裁判 就那个裁判 可是你说你养的姑娘能不能八下 嗯 那球场那么大 他能闻出谁吃蒜了 是 我当时也怀疑啊 嗯 但是你姑娘好信啊 嗯 三场之后我就走到那个裁判跟前 我就这么一闻 嗯 嗯 就是这个味儿 所以 钱润芳 发挥你特长的时候到了 好的 你准备好了吗 味儿 笑 上 我 告诉我你的答案 未闻出来 你怎么未闻出来这么白费劲呢 爸呀 你们这干啥 你把我都照蒙全了 我没闻出来 来 说明 这个是 两万的 五十这个拿走啊 人家把五十的取走了 这是个两万的 他不是指定拿走一个吗 啊 我管他五十两万的 我拿这个装算 你别动 你在弄碎了 我的奶奶 这是人家大禽子的呀 这老姑娘 不跟他说呀 啊 我张不了嘴 人家是艺术家 我跟他 差距太大 再说我一说话 人家直接 就从气势上 秒杀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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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啊 张老师是个有幸福的人 对对对 是 你甭管啊 我来给你办这个事 你看 是不是 没问题 你就放心吧 喂 哎 张老师啊 你好 我物业照缸子 哎呀 哎 你这事做的欠考虑啊 怎么呢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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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ض 张老师来了 呃 张老师 啊 张老师 你好 你好 找我有事啊 哎 beaucoup 对对 请坐上来 ั้ 起来 坐坐坐坐 哎 坐坐坐 好嘞好嘞好嘞 essa 找我什么事 banner 抓紧时间说 因为我一会儿还要回去练琴 张老师 这个是这样的 最近这个街坊邻居 都反映您这个琴声 弹得是越来越动听了 是吗 对 可这么说 咱们小区居民的音乐素养 在不断地攀升 张老师 我有个问题想问问您 您这个 怎么每天晚上练琴呢 对啊 这个你有所不知啊 主要白天我是要带一带学生 所以晚上的时间 我是要留给自己练一练 鸡弓 您这个水平是不是收入不菲啊 对 多少钱 低所 不要总跟我谈钱好吗 像我一般呢 都是在五星级酒店 给国际友人 以及我们的同胞们演奏 一般都是 两百万块 而且演出结束之后 大家还 一游未尽呢 张老师 太好了 我就想跟你商量这个事 您看您晚上回来以后 能不能再加演一场 什么意思 是这样的 这个街坊邻居啊 都非常喜欢听您的演奏 他们商量了一下 只要是能听到您音乐这几家 大家凑一凑 一场呢 给您量 给您二十块 住口 你这是在侮辱我 侮辱我的艺术 取取二十块 就想聆听我悠扬的音乐吗 门都没有 我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这个小曲里 再也听不到我悠扬的轻声了 我不砍了 不是 张老师 您应该太激动 要不再给您加一块 闭嘴 好